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我的光对于昆虫和对于鸟类 对于植物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最小的去干预自然 传统的照明设计是关注载体 就是被照物 我们更关注人 我是张鑫 我是负责这次冬奥会首钢赛举的 照明设计 同时也肩负着延庆赛区的夜景照明总体设计工作 和从里赛区的夜景照明统筹工作 手钢的单反大跳台的项目 比单纯的说为一个空间服务要更复杂 以这个奥运项目来说 就是运动员的视觉任务 他就是看清楚这个悬面 保证滑的跟他平时训练是一样的 能做好他的动作 我们现场观众的视觉任务是看清运动员的轨迹 欣赏比赛 这些灯对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他正常滑行任务的干扰 那个跟运动员是对着的 这是赛区照明的 裁判员在一个裁判塔 它基本是平视空中的翻转 这转播机位又是不同的角度和高度 综合来看 等于我们这个房子 是被接近于360度无丝角这么去看 盯着他看着他觉得他在动 你说调整灯的脚 说这个不应该有选择 他们都希望是可以拆的 灯的这个出光脚 它作为一个大跳台 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比赛 那么赛区照明它要肩负着 转播和现场观众多视角 都要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需求 做了两个关键端模型 我们就放在场地下 找到一个关键方向 运动员也看不见灯 观众也看不见灯 裁判塔也看不见灯 那几个转播镜头也看不见灯 照明最重要的是调灯 大跳台这个项目 最大的难点就是最上面这件飘带 一旦安装以后没有调灯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地面上 把灯的角度调到最后里 然后就把它升起来 对照明来说就是一锤子买卖 你觉得说你地也调好了 剩下如果没调对 你想改改不了 这个逻辑是一个一致的 就你觉得视觉美感 就放在地上 我们要想象着裁判观众 看它的角度 然后我们确定应该没问题了 就开始往上升 我们在地上去看 看它升到高速 最后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运动人数发区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离地面有五六十米 所有观众人群 包括这个长安街都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大家看这个飘带都是仰式 那么仰式情况下呢 这个灯就不能朝下 灯在这个腔体的内侧的下 然后都是往上升 我们为了尽可能地把这个灯藏起来 隐藏灯 底部的这个龙骨结构呢 我们的灯呢 是装在公子缸的上部 向上照 这样的话 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到这个灯具的 只能看到被照亮的底板 像是这个光 把这个大条条给拖起来的感觉 延庆项目就强调它的一个 自然的和大尺度的感觉 它是一个完整的画卷 而不去强调每个单体 我们希望它越到高处 就是越冷 就是越白 那么到了山脚 到了这个低处奥运村的地方 就人活动为主的区域呢 就越温暖 它就很像一个雪山 山顶是一个白的覆盖着雪 它的山脚是人家 是很温馨很温暖的 那么人是舒服的 那么这个项目就是成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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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